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oE.gs详解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 爱你 好 那么从刚才的三节课当中 我们已经发现 V-4它除了可以用来辨理速度之外 它同样也可以来辨理对象 那么我们就针对我们的对象的V-4 来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V-4 它可以用来辨理对象 那么在辨理对象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的Dollar Index之外 Dollar Index数组的下标 那么在辨理对象的时候 我们的作用日内 还可以反过另外一个特殊的变量 我们把它叫做$Key $Key $Key 同样我们一样的UL ID我们还是一样 给一个Repeat Object 然后呢 Class Remodel 这一块的话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力的作用意 对吧 V-1实力的作用意 然后我们的里面的话 还是一样 V-1 N Object 然后后面我们给一个Key 然后V-6 那么Key和V-6 这个Key到底代表是什么呢 V-6是什么呢 好 这个V-6在这里 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在这里 我们的这个Object 好 我们的V-6 inObject 那V-6它存有的值是些什么呢 其实它仅仅只是我们后面的值 那么Key就是我们属性的名称 V-6是属性的值 好 如果是大家还不太理解的话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吧 好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我们是Spam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我一样的V-6 让它检索我们的这个对象 InnerText 比起来呢 我们是这里面 我一共给了四个值 一个FirstName 一个LastName 一个Sexy 和一个Edge 行 那个姓 名 性别 年龄 好 这样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同样 Key和V-6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Key它显示了什么 V-6它显示了什么 好 我们简单看一下吧 行 这回我们应该一目了然 FirstName Itoguan Itoguan LastName Conan Sexy Boy 好 Age 29 对吧 行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DollarKey 在我们的这个循环当中 如果它是循环到了 第几个元素 第几个属性 好 在我们对象当中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一个的属性 对吧 那么第几个属性 那么我们的DollarKey 它就第几个属性的名称 然后V-6 它就第几个属性的值 OK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用来变利对象的话 我们可以用DollarKey 来把我们的前面的名称 给它拿出来 如果是V-6的话 还是一样的 它本身的话 比如说这里我们是用哪个词语 是V-6 那么行 它就是V-6 OK V-6的话就是后面这一块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固定显示DollarKey 我们也可以变其他的地步 并给它换一个名称 这一块的话 那么前面就是个括号 比如说Key和V-6这块的 那么我不建议大家 像这样用 我建议大家还是DollarKey 给它放到这里来 那么在这里 我们稍微强调一下 从新版本的 最新版本的V-6开始 针对我们的ES-6的进程 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个in 把它替换成了off 那么就相当于for off的 这是什么的 它又得接近于 它又得接近于我们的ES-6 ECM-Squip-6当中的 新的一种输入便利的方法 好 那么这只是一个新版本的引入 但是 我建议大家还是先用in 一方面 它的语法比较像Angular这一块 那么大家学习起来 比较容易上手一些 并且它相对来说 可以跟随Angular的脚步 然后变得很流行 第二个 for in 现在还只是 需要新版本才可以用 那么也许会存在一些 金融性啊 等等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还是尽量先用in 比较好一些 好 仅仅for in和for off 它现在没有其他的区别 仅仅只是一个词汇的变化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对象 for off